罗珠抄,摩罗片后不会完结,鸟山明和风太郎已经开始构思新篇章。 各位漫迷朋友们大家好,是不是总是有种感觉,摩罗片已经更新很长时间了? 恰致一算,摩罗片从2018年11月第42话到2020年10月第65话,整整已经更新22个月了,剧情长度远远超越了时空片和力量大会篇这两个大篇章。 目前第65话仅仅只有手稿情报,后面的剧情走向还是一个未知数。 悟空给摩罗为了心斗,剧情要是不翻车,这一话差不多可以结束了,要是翻车,估计还能水出一两话来。 纵观整个摩罗片的剧情,有很多可圈可点的设定,当然也有很多被粉丝们吐槽的地方。 值得称赞的地方有很多,比如剧情被拉到了天使一族身上,中立原则隆重提出,神秘的种族露出了冰山一角。 比如王子前往亚德拉特星球,学会了颠覆龙珠历史的技能,强制分离术,进而达成了为数不多的高光状态,再比如梅尔斯即使违反中立规则也要出手帮忙,最终壮烈牺牲,剧情被拉向了高潮。 被网友们吐槽的地方也有,比如摩罗的形象太过于丑陋。 不过这是没办法的事情,当初设计摩罗的时候就是参照西方恶魔的形象设计的,要把摩罗设计成一位绝对不会成为同伙的形象。 这个篇章过后,摩罗一般会和沙鲁一样永远被雪藏。 再比如剧情太脱胎了,反转次数过多,好多情节都被猜到了,也有人对悟空的圣母行为感到不满。 早在63话情报刚刚出现的时候,龙珠圈就有一个小道消息。 龙珠超会在摩罗片完结,但是龙珠系列不会完结,后续可能会推出一部新作来继续未完成的故事。 仔细想想,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,毕竟现在的剧情给人一种编不下去了的感觉。 而最近Vjump播客采访了龙珠超漫画的编辑,编辑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,摩罗片不会完结,新篇章的剧情已经在构思当中了。 编辑很直白地说道,现在龙珠超的故事已经进入了高潮,大概两天后就会和风太郎、鸟山明商量新篇章的事情。 在采访的过程中,编辑还带来了礼物,那就是龙珠超漫画65画的全页手稿。 主持人拿起来随意地翻了几下。 当然,从观众视角我们是看不到内容的,需要等待本月的电子版发布。 为了让新篇章尽量有趣一点,新篇章总共提出了十个预选方案,现在缩减到三个了,具体使用哪一个还不能确定。 希望新篇章能够给我们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剧情,尽量不要让粉丝们猜到套路。 在采访的过程中,编辑还谈到了龙珠超漫画的创作过程,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,风太郎想怎么画就怎么画。 真正的创作过程是这样的。 首先编辑,风太郎和鸟三明三连商量出故事大纲,然后由风太郎根据故事大纲画出手稿,接住鸟三明会对手号进行检查,检查通过以后才会完稿。 在节目的最后,主持人还提出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,三人的力量等级是怎样的? 编辑笑处回答,鸟三明老师一亿,风太郎老师一千万,我付一百。 作为龙珠粉丝,能够和他们待在一起感到很幸福。 如果将鸟三明和风太郎比作事正在修炼的悟空和贝极塔,那么我就是在一旁喊加油的雅木茶。 总之,龙珠超漫画即将开启新篇章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,悟空和贝极塔在一次又一次的保护地球之后,现在又要面临新的敌人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